爸,我有个事想跟你说一下 什么事儿子,你说 刚才公司的领导给我打电话了 他说最近公司要安排出事 老板看我平时工作能力挺强的 所以这次让我去 让你去,就去呗,这家里有我呢 行,这次出事可能要一个星期左右 家里的事就麻烦你了 儿子,你就放进出事 家里有我 我会把头子照顾我的 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他现在回忍运了 家里的活别让他干了 我知道了 行,妈,等我出差回来了 我在家里干干家活 让你好好休息休息 行行行,爸知道 你是个孝顶的孩子 行,那我会不会收拾东西去吧 那行吧,你收拾吧 陶子,妈 看手机呢 一会儿,这手机,她手看着 现在回着孕了,这胎儿不好 妈,我这行这儿没事,刚看一会儿 那行,一会儿注意着就行了 陶子,这几天身体怎么样啊 妈,你别担心 我这儿刚怀孕三四个月 没事的 没事就好 如果有什么事 一定跟妈说 你要是不跟妈说了 让我儿子知道 没照顾好你 他又买样我了 妈,你放心吧 强子不会的 行行行 对了,你俩快中午了 陶子,想吃什么 妈给你做 妈,只要你做的 我都爱吃 那行 站了,陶子 妈今天给你熬个鱼汤 怎么样 熬鱼汤呀 那行,妈 你在这儿歇着吧 妈给你做去 行,妈 这都中午十点多了 怎么还没起来啊 这不是昨天才换的船单吗 怎么又把船单给换了 这不昨天收拾房间的时候 这船单也不脏呀 今天怎么又把船单给换了呀 哎,陶子 十点多了 该起来吃饭了 妈 行,我知道了 你赶快起来 收拾收拾 我呀,给你倒饭去 哎,行 这今天怎么就把船单给换了呀 陶子 陶子 妈问你这事 什么事啊,妈 这两天 妈给你收拾房间 看你老化床单 怎么回事啊 啊,这样啊 妈,那床单不是我喜欢的颜色 所以我就换了呗 啊,原来不是你喜欢的颜色呀 陶子 你喜欢什么颜色的 告诉妈 妈去给你买 哎呀,不用妈 我自己买,再说了家里边好几套呢 陶子 那你换下的床单呢 我去洗洗 洗好了给你放起来 哎,妈 这床单啊,我已经洗过了 不用你洗了 陶子 我告诉你 一会儿 换下的床单 你别洗了 让妈洗 要是累着你怎么办呀 妈 不累 就洗个床单 再说了 我也没动手 都是洗机洗的 行了行了 这家伙婆什么的 你别干 让妈一个人干 妈还年轻呢 是不是 妈,我知道了 对了,妈 那个,我给你商量个事 什么事啊 你说吧 是不是 又想吃什么了 让妈给你做呀 不是,妈 我想着 去我娘家住两天 这两天啊 让你歇一歇 去你娘家住两天 那不行 这怎么不行啊,妈 没事的 什么没事 这就是陈子在家 陪你一起去你娘家 妈就放心 你看 现在陈子不在家 你一个人去你娘家 妈当然不放心了 妈 你看看我 现在不好好的吗 我这刚怀孕三四个月 跟没事人一样 妈,你就放心吧 我去几天就回来了 要不这样,妈,桃子 妈把你送过去 行了,妈 你别去了 还要麻烦你 我给我妈说过了 让她在车站接我 这你放心了吧 这样这样 妈就放心了 等一会儿 妈给她的钱 妈 不用,我有钱 你有钱 是你的 我给你拿点钱 你走到路上 给你妈 多买几样东西 这 那行吧,妈 在这等着 妈就给你拿钱 行 我回来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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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你回来了 怎么,你想什么呢 没什么 对了 儿子 我问你 这桃子为什么每天换床单呀 每天换床单 你想这么多看什么呀 我给他的又不是没钱 他如果想买了自己买就行了 那行吧 对了 桃子呢 桃子呀 想到娘家妈了 去到娘家住几天 哦 那行 等会儿我给他打个电话 他如果回来的话 我把他接回来 那行吧 那我回过休息了 哎 儿子 妈安排你一个事 什么事 这以后啊 桃子换下来的床垫 别让他洗了 妈洗 你看 他还怀着孕呢 万一 累了他怎么办呀 怀孕了又不是什么都不能干 妈 就是你想多了 他想洗就让他洗呗 行了 我和我休息休息 后头再说啊 那行 妈 妈 我回来了 妈 桃子 回来了 嗯 累不累 妈 我不累 哎 对了妈 这儿啊 给你买的衣服 哎呀 桃子 给妈没什么衣服 妈有衣服 妈 这是应该的 你就收下吧 行行行 这是我儿媳妇的心意啊 妈就收下了 哎 对了 桃子 这你回来了 怎么不给强子打个电话 让强子接你去啊 妈 我一个人没事的 这不好好的回来了吗 再说了 强子刚出差回来 让他好好休息休息 桃子 你看 你坐一天吃了 也累了 你啊 也去休息休息吧 这床单备照啊 妈都给你换那新的 妈 这床单备照 换新的干什么呀 你不是不喜欢 你签那床单吗 妈也给你买了新的 妈 不用你给我换新床单 以后啊 我自己换 妈买就买了 你啊 就用吧 以后喜欢 妈都给你买几套 妈 不用 我不是说过吗 我在家里啊 不是好几套的吗 桃子 这说起床单的事 妈还是想问问你 你看 那床单也不脏 为什么每天要洗啊 这 桃子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你知道不知道这几天 妈 睡都睡不着觉 吃饭也不行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跟妈说实话吧 这 哎 桃子 你看 我妈这都过来人 什么事都知道 你跟妈说 有什么事 我妈给你出主意 妈 我不是怕你担心吗 这 我就告诉你实话吧 其实啊 也不是多大的事 我不是刚怀孕三四个月吗 有孕吐 我这半夜的时候 老是吐 不小心啊 吐在床单上了 这不是怕你担心吗 然后我就啊 偷偷的洗了 什么 孕吐啊 桃子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要不上吧 咱们今天去医院检查检查 哎 妈 没事的 你别紧张 这医生都说了 这是正常现象 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 那不行 那强子回来啊 你们一定去医院检查检查 这样 我也不放心 哎 那行吗 妈 等强子回来再说 对了妈 这我回来了 我想吃你做的饭了 想吃我做的饭啊 那行 今天想吃什么 妈给你做 妈 我想吃 你做的排骨了 那行 这下等着 妈去给你们啊 行啊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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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